有花肉也问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老花一 我用了自来水浇的花 时间长了以后呢 结了一层厚厚的水碱 这个是为什么 怎么办 对养花有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直播的时候老讲 拍视频的时候很少讲 一般这种呢 就是因为碱性过高 自来水里面的水碱大 好的花肉理解不了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像我们大棚里面的一个解决方法呢 就是用净化过的水 那有的花肉问题又来了 你用垂净的水的话 会不会缺乏一些微量元素 那我们就会用到泥碳毒 老爷呢 你用泥碳毒 那个水也没有什么肥力 那我们就会用水溶肥 你看一般的养护大棚 你不论是荷兰也好 中国也好 稍微上点档次的元宜大棚呢 都会有一个绿水设备 然后呢都会用泥碳土 掺一些松针或者是椰康 一些个有机的土 然后搭配一些无机的肥料 一般的就是缓丝肥和水溶肥 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儿 有的话说老花一 我搞家里边养的 别的没啥 你有什么就是说办法吗 那就是接一些雨水 有的话说老花一 我还没有时间接雨水 那个的话就只能用一些个其他的了 那你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翻肥水 有的话说翻肥水 那你说不用硫酸下铁吗 硫酸下铁不是不能用 硫酸下铁容易被氧化 形成三甲铁 三甲铁呢就不被植物吸收了 就像你拿到的生锈的菜刀和钉子 一不小心扎破了自己的伤口 容易得破伤风 是一个道理 那有的话说我知道了 然后用柠檬酸搭配硫酸下铁 那价格吞 一下就上去了 就不如翻肥水 但是呢鱼里鱼壁大家自己衡量 关于酸碱度这个事呢 就像人的胃 人有一个胃 胃部呢是有胃酸 胃酸分泌不足就会消化不良 相当于这个盆土的植物碱性过高 时间长了呢 植物上面就会得黄化病 到了人身上呢 就叫贫血症 别人没打资了 欢迎 养发最容易觉得不错 请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白了